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等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脑洞大开的电影 家人 人到中年的水哥 依旧截然一身 疲惫的他刚回到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可爱的小萝莉跑过来 亲切的喊着爸爸 水哥还未反应过来 妻子从厨房走来 水哥顿时杀眼了 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两人 他们 他们 到底是谁 这时电话响起 妻子自然地接起电话 原来是女儿班主任打来的 水哥忐忑地接起电话 班主任却说 这次学校的公开课 他必须准时参加 不能因为任何理由推辞了 水哥又懵了 前一秒自己还是单身贵族 这突然变成脱家带口的了 难道自己在做梦 第二天一早 妻子为水哥做了一顿 丰盛的早餐 水哥尝试吃了一口 竟觉得无比美味 难道这就是家的味道 这让水哥不知所措 上班的时间到了 妻子温柔地和水哥道别 这自然的矩质 让水哥怀疑 难道自己真的结婚了 不一会儿 水哥回来了 他查询到 自己并没有结婚的记录 他愤怒地跟妻子摊牌 可是妻子却委屈地顾了起来 他谴责起水哥 因为是水哥故意隐瞒了他们的存在 妻子的控诉让水哥怀疑起自己 他来到医院 医生却说 是他的压力太大了 好好回家 配配家人吧 隔天 水哥如约参加了女儿学校的公开课 女儿正在念自己的作文 内容是 我的爸爸 虽然爸爸一直忙于工作 但是他很爱爸爸 这让水哥的心顿时柔软起来 他开始接受 自己结婚生子的事实 时不时 给女儿一个浪漫的惊喜 水哥也慢慢融入了 这充满爱的生活中 并且享受着这份美好 这时电话响起 神秘人说 自己才是他们真正的劳工 如果想要他们离开 就必须给他五千万 水哥觉得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都是什么人 莫名其妙来抢自己的妻女 真是神经病 神秘人却冷笑道 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没想到 也是个看不清现实的家伙 等你经历过一切后 看你还会不会接受他们 花音刚落 女儿笑嘻嘻地 递给水哥一个剧本 上面写着十年后 与此同时 家里闯入很多陌生人 这都是神秘人请来的演员 目的是让水哥了解 他们未来的生活 这时的女儿已经十六岁了 女儿已经处于叛逆期 因为爱玩 已经严重旷客 水哥按照剧本 开始教育女儿 却被女儿一拳打倒在地 此时门铃响了 妻子的快递到了 他居然花了一百万 买了一个床品三件套 水哥顿时懵了 神秘人这时打来电话 水哥生气地质问他 神秘人却说 这就是家庭的日常烦恼呀 好戏还在后头呢 接下来 水哥按照剧情 和女儿谈起了心 他开导女儿说 支持她的决定 但是一定要从中 找到自己的梦想 努力去实现它 这样才不会辜负自己 女儿很快被说动了 水哥得意洋洋地 跟神秘人炫耀 维系家庭 并没有那么难嘛 然而神秘人早有准备 导演这时拿出了 二十年后的剧本 这时的妻子 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她变得好吃懒做 挥霍金钱 享受生活 而自己的女儿 却变成了一个 二次元的女生 天天沉迷于cosplay 她告诉水哥 自己要和超人结婚 水哥直接怒了 这是什么鬼 原来十年前 因为水哥开导女儿 要勇于追寻梦想 这才成了现在的模样 气愤的水哥 狠狠地教育了女儿 女儿哭着跑了出去 所有的事 好像并没有那么难 水哥刚想泄习 没想到 眼前出现了 三十年后的剧本 这时的女儿 因为接受不了现实 选择了自杀 妻子因为女儿的死 精神失常 她拿起运动 想要抚平水哥 脸上的皱纹 水哥拼命反抗 关键时刻灯亮了 神秘男再次打来电话说 这就是你未来 所要面对的责任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 如果你想要恢复单身 五千万还你自由 水哥想到 曾经的美好 和现实的残酷 最终选择了自由 故事也到此结束 如果有一天 陌生人突然闯进你的家里 并且说着 自己就是你的家人 你会怎么办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家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